晚上的时候是灯火通灵 他们最近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灯火里的Panus 全是温暖与感动 今天我跟朋友来过情人节 非常好的朋友 好像点了一个鱼 我们本来以为是抽的 结果是生的 但是我都说是好吃的 大家看一下 刚刚那朋友就点完酒 这个酒非常的重口味 我还点的是比较light的那种 然后我忘了什么名字 它说是什么秘鲁的最最最比较热门的酒 是不是做鸡酒的那种 然后点了个鱼 然后朋友点了那个米饭 我这个鱼呢看的去有点失败 大家看一下 相当的失败看的去 朋友看出那个超级无敌美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还不错吧 其实这家店的装修呢还是OK的 不是说非常的好 但是那是可以的 是在那个酒店里 是在那个酒店里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饭吃完了 嗯 强烈不推荐大家来家餐厅 真的是 菜品很一般 价格我点这个鱼28 我朋友点的那个海鲜饭是多少钱 38 38 Oh my god 我跟你说那个饭非常的咸 说那个海鲜好吃之外 那饭不值得 这个鱼也不好吃 嗯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来这个餐厅 也不推荐 所以我是 帮大家拍雷了 就大家不要来 我真的很久没有跟亲自己的Vlog了 然后正好今天是大年初二 在这里就跟大家 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新的迹象 牛年大吉同时 扭转乾坤步步高升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身体健康咯 然后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爱你们 I love you so much This is Aiden Aiden about Aussie I mean first See you next time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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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